蜗牛看西游第825期文 都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 拜电影所赐 聂小倩成了聊斋中最知名的一个女鬼 今天的编剧们给她复举了许多爱情元素 仿佛她成了最完美 最纯情的一个完美情人 但是在聊斋原著中 胡松仁老先生以下的聂小倩 却还隐藏了更多东西 只是我们沉浸在电影的回味中 忘了细看原著 今天窝游就手拿解剖道 给大家来一次深度解剖 希望没破坏大家心中的完美形象 一溺小倩在18岁的时候 病死了 买葬在寺院的旁边 但是边间也有恶人 这恶人是一个40多岁的汉妇和一个老太婆 也就是他们口中叫的姥姥 在影视剧中 这黑山姥姥是一个很凶残的带头大哥 手里控制这几个姑娘 其实在原著中 最凶残的是这位40多岁的大姐大 姥姥穿的是变色的红衣服 皮色黑皱 本而消瘦 其实就是这位大姐大的奴仆 会饮要喝营养品 这营养品就是凡人的鲜血 把凡人变成了鬼 再去找新的凡人 大姐大和姥姥明显年老色穿 不可能勾引得了男人 因此得聂小倩出马 聂小倩也没啥好办法 一是靠每次 就是与男人交朋友 在男人快活的同时 用锥子刺他脚底 为何偏刺脚底呢 难度也怕官府看见 然后就像护士抽血一样 抽他一管去献给妖魔 如果有些自身条件不过硬的 进不了每次 聂小倩便扔银子去诱活 吃银子其实是恶鬼的骨头 只要你剪了 就要被吃掉心肝 大姐大除了有老婆子姥姥 聂小倩外 还有一个夜叉 相当于男夫人 如果每次取不了 夜叉就把王硬上宫 而聂小倩首选的对象是宁采臣 因为他住了不该住的店 别人告诉他 北京商住楼已经不能租了 他偏不听 结果就进入了聂小倩的地盘 照例 聂小倩先是要与人家交个朋友 结果被宁采臣干净利落的回绝了 他又丢下一块银子 也被宁采臣扔了回去 很多人以为 这是因为宁采臣品精高雅 其实 如果换着你 你可能也不会上当 半夜三更的 突然来了一个女的要给你交朋友 你敢答应吗 你不答应 人家就丢钱钱 你敢要吗 不怕闲人跳才怪了 还真说中了 聂小倩采取的就是闲人跳 可惜宁采臣就是不善钩 借宁采臣这么牛逼 聂小倩便有点动心 当然不是爱上的 而是觉得这人可以带自己从良 于是赶到阴间去翻他阳仙的档案 发现这人命中有富贵 靠谱 就他了 聂小倩便给他交了底 让他去找燕士侠做大哥 因为人家有宝贝 其他恶鬼不敢进身 通过燕士侠解决了危机后 聂小倩又让宁采臣把自己搬离此处 回到他的家乡 聂小倩的责父第一不完成 三宁采臣的妻子本来是重病 聂小倩去后 很识趣的死掉了 只是不知他变的鬼去了哪里 于是聂小倩与宁采臣光明正大的住在一起 奇怪的是 他的鬼身竟然渐渐的变成了人身 最后还不怕燕士侠送给宁采臣的剑袋了 这肯定是他采了宁的阳气 慢慢有了阳手 好不容易成立的三人组 结果聂小倩跑了 这大姐大齐肯罢休 于是派叶叉来把他捉回去 不过竟然被神通广大的聂小倩察觉了 他让老公把剑袋挂在床头 结果这叶叉一来 就被剑袋中的一个神将捉了进去 化成了半袋水 正好浇花 后来 宁采臣考中了进士 这聂小倩也生了一个儿子 还劝老公找了一个小老婆 于是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回头来看 不得不佩服聂小倩的眼光啊 前往窝牛看西游公好 可看到第141期沙僧的师傅是 谁被孙悟空骗过 关键时刻替沙僧争取到取经指标 小倩